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然后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嘉贫今日 为贺皇后娘娘正为中宫之喜 打扮的可真是娇艳啊 臣妾等侍奉皇后娘娘 穿戴再好 也只是搏皇后娘娘一笑罢了 即使嘉贫穿这么身鲜艳衣裳 难道也是讨皇后娘娘欢喜吗 令萍一心只想讨好皇后 可本宫心里 只惦记着皇上说过 喜欢本宫穿红色 皇后娘娘不会怪臣妾吧 本宫与皇上一体同心 家萍惦记着皇上 等同于惦记着本宫 皇后娘娘是心厚 可这易坤宫是旧殿 亦为辅佐之役 只辅佐中宫昆明 如今您都是中宫之主了 怎么还住这辅佐之殿呢 家萍身在平位 却有胸怀六宫之心啊 皇后便是皇后 是名正言顺的六宫之主 不管住在哪里 都是皇上的正妻 虽说都是正妻 但这婿曲 与嫡妻总是不一样的 对了 纯贵妃 你是汉君旗出身 你自然记得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 是叫续贤 还是田房来着 家萍这话实在是太刻薄了 刻薄归刻薄 说的却是真话 家萍说的是真话 本宫确为季后 只是家萍也须明白 无论是你说的续贤还是田房 如今是谁坐在后卫上 才是最要紧的 家萍未曾坐过后卫 想来也是不大会明白的 这么着吧 本宫昨日丰厚大喜 今儿也高兴 既然家萍如此在意名分 本宫就负你贵妃之位 不是皇上的意思 后宫真是由本宫做主 家贵妃 还不赶快起身 谢皇后娘娘的恩典 谢过皇后 陈贵妃 你是嫔妃当中资历最深的 从今往后也要驻本宫 约束众人谨记贡贵 臣妾谨遵皇后娘娘教诲 起来吧 容佩 在 去把本宫赏赐给 纯贵妃和家贵妃的耳坠 呈上来 是 左边是纯贵妃的 右边是金医院的 好 皇后娘娘留你在 后来 是为了让你好好看着 纯贵妃为尊 您为先 这副 是皇后娘娘赠予纯贵妃的 这玛瑙鸣珠耳坠 真是华贵 臣妾多谢皇后娘娘赏赐 这一副 是皇后娘娘赏家贵妃的 这一副是皇后娘娘赏家贵妃的 这是红玉髓的耳坠 怎么 家贵妃不愿意领受 皇后娘娘的心意吗 皇后娘娘赏赐的耳赘 臣妾即刻便带上 以表敬重 多谢皇后娘娘 臣妾回去自会戴上 家贵妃若是真有心 此刻戴上便是了 您可别忘了 您这贵妃之位 还是皇后娘娘给您付的呢 孝贤皇后在世时 罪计奢侈 如此华贵的耳赘 臣妾实不敢收 红玉髓不如玛瑙珍贵 那是因为 纯贵妃自立身后 儿女双全 地位该在家贵妃之上 这也是本宫的不适 以为在宫中静人皆知 所以没有一早告诉家贵妃 红玉髓和玛瑙的区别 也叫家贵妃觉得 红玉髓是华贵之物 并可用来一步登天 我满满汉女子 哪里会分不清 玛瑙和红玉髓呀 就连妹妹出身寒威 也知道这个 我分开清玛瑙和红玉髓 不需要你来提提 皇后娘娘的用意 臣妾明白 你明白吗 你明白什么是对错 什么是是非 什么是安分守己吗 本宫赐你这对红玉髓耳赘 就是要时刻提醒你 不要紳士惹祸 辜负了本宫的深意 这耳坠穿孔的针身 比寻常的粗了两倍不止 臣妾的耳动太细 穿不过去 戴耳坠原不用劳碌家贵妃 穿不穿得近是奴婢的本事 肯不肯让奴婢穿 便是家贵妃自己的心意 贵妃复位来之不易 妹妹可别轻易又丢了 仔细你的爪子 小心上了本宫 家贵妃 您得忍着点 为了记住教训 总得吃些苦头 吓死本宫了 宝贵妃 宝贵妍 你的手爪子是什么做的 手爪子 家贵妃当初 把索西送到慎行司 自己是没做什么 可慎行司那些奴才 不就是家贵妃 您的手爪子吗 您的手爪子 随不随您的心 奴婢不知道 可是现在 奴婢的手爪子 不听奴婢使唤了 非要钻您的耳朵 您说怎么办 皇后 您就看着你的奴才 欺凌臣妾吗 家贵妃 您身为妃嫔 皇后娘娘身为中宫 只能教导 不能责罚 何来欺凌呢 皇后 所见的腿坏了 是慎行司的人下手太重 皇上也责罚过臣妾了 如今连皇上都不计较了 您还要怪臣妾吗 本宫与皇上一体同心 这是赏赐 不是惩罚 皇后是拿着赏赐之名 来报自己的私仇 家贵妃可别会错了意 臣妾不服 本宫是皇后 做在了你最想做的风味上 所以对你赏也是罚 罚也是赏 就像皇上对御氏逼死发起的那位王爷 是一样的 就算是王爷做错了 皇上也责罚过了 轮不到后宫夫人来说三道四 皇后娘娘够宽宏大量了 作为嫔妃 说话不用敬语 还穿着郑红冲撞争宫 家贵妃 你再尊贵 再远道而来 你也跟咱们是一样的 都是妾罢了 臣妾也曾听说 这御氏一族遵守儒法 妾室就永远都是正式的奴婢 妾室的孩子 也就是正式孩子的奴婢 怎么家贵妃离开了母族 就尊卑不分了呢 本宫只想提醒你 你的一切错处都干系到你 还有你的二位皇子 你仔仔细细地想明白了 我得宫地恋爱 然后我听说 你像老婆娘的衣服 你自己不小心伤的耳朵 要保证 也没疑问 这种东西 现在他认识 也认识 特别rimin安 我对他扮的 对他扮讨 对我自己的 大员都是 你必须的 你也会跟 scattered 在水平安 它在水平安 您的美国 好 好 大伙觉得好看吗 好看 本宫也觉得好看 不过 疼吗 皇后娘娘免之顾问 疼就好 疼才记得教训 丽兴 你可要回去好好地 照顾家贵妃啊 别像真书一样 一个不小心 便被打翻了出去 真书有遇事母族可回 你可没有 是 家贵妃 您的眼泪珠子太珍贵了 要留 别留在奴婢面前 在奴婢心里 您的眼泪 和屋檐上滴下的 脏水没分别 但您若要把 您的泪珠子 甩到皇上跟前去 那奴婢也得当着 各位主的面 回清楚了 皇后娘娘给的是赏赐 是奴婢给您戴上的 若是伤着碰着 您尽管冲着奴婢来 奴婢没二话 但您若要把脏水 往皇后娘娘身上泼 那您就歇了这份心吧 满宫的嫔妃主都看着呢 这是您自己愿意承受的 不为别的 只为您自己做过的 那些亏心事 这也是该受的 臣妾等眼见耳闻 绝非皇后娘娘之责